刘吉一死了 刘吉一死了 怪不得徐达李文中这些人 把儿子都送回了南京 向陛下表心机 陛下这是想找一个游头 想和我们怀惜的功臣 算总账了 算总账了 刘伯温的死彻底引爆了朱元璋和功臣集团的争斗大戏 就在不久前 着地查出一桩足以轰动朝野的大案 涉及的官员上至中书省六部 下至各地衙门牵扯之广堪称罕见 可惜却没找到实质性证据 仅凭口供老朱也不好大开杀戒 他最终决定祭出大杀企刘伯温 可怜老头已经65了 退休没多久 又被揪出来干活 我与陛下之间几十年的恩义 均有诏令 臣不敢辞 对面的姚广孝实在理解不了 明知这次去京城 几乎是必死的局面 何苦出山走着一遭 不料刘伯温却毫不在意 临走前留下一句改变历史的话 姚广孝劝说吴国只能离去 结果当天晚上 刘伯温在看书时喝下一口茶 几秒后双眼就迷糊起来 栽倒之后便长眠归西 消息传回京城 周恩章瞬间雷霆震怒 垂胸顿足 仰天长啸 真的刘伏子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父皇说过 胡威庸是难得的聪明人 这事太过于捉虑 不像他的所谓 聪明人有时候要是扮起来 比谁都准 气上头的老朱 连朱镖的话也听不进去 当即下令 让助手北平的徐达李文忠 把儿子送到京城 年代就分的西安探员的老二老三 也要把媳妇送来 一连串的命令发出后 一向稳作相府的胡威庸 被吓得脑瓜子文文的 好端端的刘伯温咋就死了 自己也没下过这令啊 难道是小弟们自作主张 胡威庸抬头看了一眼 突然发出一阵惨笑 是谁做的现在已经无关紧要 老朱的旨意就是信号 怪不得徐达李文忠这些人 把儿子都送回了南京 向陛下表心机 陛下这是想找一个游头 想和我们怀惜的功臣 算总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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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胡威庸都吓成这德行 该儿子图结就更别提了 双腿发软 差点大小便失禁 当场就瘫倒在地 与此同时 远在凤阳的朱棣 再次见到了那个影响自己一生的和尚 他收起了曾经的张扬 对着姚广孝恭敬行礼 恳求他出手相助 开州议案 大师自有洞见 还望大师赐教 在姚广孝的指导下 朱棣彻彻底放飞自我 在凤阳大肆抓捕严刑口打 武中十三县的七品官员 他愣是一口气抓了六十多个 大部分都是没有任何确凿证据 只凭几句攀咬的口供就直接锁拿 如此大规模的震动最终引发了朱棣 霍天荒第一次在证件上 与太子朱镖正面冲突 你可真是出息了 在凤阳的时候殿下说过 磕正如虎 便要打虎 百姓苦于磕正 九亿 国家自有法度 殿舍整缩钢机 也要循着规矩来 这是朱棣第一次在证件上 与太子朱镖正面硬刚 他从小到大 都认为大哥在治国的造诣 是一座永远无法攀登的高山 完美到无可挑剔 然而这一刻 朱棣第一次觉得 朱镖的想法也并非绝对正确 至少在贪腐问题上 他就不如自己果断 朱棣在凤阳府待了一个多月 愣是把武州十三县的七品以上的官员 抓进去几乎三分之一 除了少数证据确凿的 其他的都是仅凭攀咬举发 就直接锁拿下狱了 朱棣被怼得无话可说 毕竟对方说的可都是事实 可老朱家对贪官的态度 从来没有罪狠 只有更狠 何况老爹朱元璋放过话 自己手里掌管的锦衣卫 可以不经律法 不看证据便宜行事 别说抓人 就算先斩后揍也没毛病 朱棣听后双眼瞪的留言 你那父皇来压我 你可真是出息了 兄弟俩一个比一个倔 谁也不愿水仙低头 朱棣坚持以暴制暴的原则 既然律法难以约束贪腐 那就需要律法以外的规则 老爹之所以设立锦衣卫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 两人争论不休的场面 被乌弟俩皇孙听得清清楚楚 朱雄鹰实在不理解 老爹和四叔 明明是最亲的兄弟 为啥会吵得鸡头白脸 身为师父的吕本 用一句话概括 君子何而不同 即便是兄弟该争的时候 也是要争一争哦 雄鹰受教 相比起朱雄鹰的淡定 朱允文则是满脸怒气 对四叔朱棣的做派表现出极大的反感 当场语出惊人 行节奏之道 仍不思量 反倒振振有词 这样的叔叔 如何帮父亲治理好天下 此话一出 吕本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紧盯着外孙子 瞳孔骤然缩紧 这叔侄俩的矛盾 原来在此刻就种下了 但朱棣对此还一无所知 悲向敬重的大哥 狂怼一通 小伙委屈的不像话 连说话都打仗了 爹爹我容易吗 为了不安 连老婆孩子都没顾上看 娘俩一路从北平赶回京城 朱高赤精力颠簸 一致高烧不退 当爹的都要急死了 朱高一听瞬间心软 毕竟是最疼的弟弟 他当即让太医院 最专业的儿科医生出马 兄弟聊不还儿三 当御医说出诊治结果后 朱棣的脑瓜子当场就短路了 姓名是无碍的 只是从今往后 体质怕是比常人要弱些 习不了我 最好也不要骑马 朱棣直接弹坐下来 自己这么英明神武 大儿子却注定一生体弱 这该死的命运啊 父皇根本就不应该设置个锦衣卫 这个弟弟 我都快不认识他了 朱棣为了撤查贪腐一案 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命令锦衣卫 大肆捉拿官员下狱 压根不问证据 各种酷刑轮番上阵 搞得朝堂人人自危 朱镖为了稳固朝局 立马跑去劝说朱元璋 不能再任由老四胡来了 再料朱元璋却丝毫不以为然 人人自危不好吗 心中有一怕对他们没坏处 与此同时 身为百官之首的胡威庸 也急得团团转 当晚就秘密来到礼善长福 像曾经的老上级请教该咋办 要论谁最了解朱元璋 李善长绝对排得上号 胡威庸毫不隐瞒地表示 自己要对燕王朱棣出手 遏制锦衣卫 毫无顾忌的疯狂 重点之下 人人自危 难免会有一些小人 为了自保出手接口 到时候稀里哗啦地 扯出一大批人 咱们谁都跑不了 你老相国多年来 经营的人脉 也得毁个精光 李善长吓得心肝直颤 胡威庸想的这一首 几乎是对老朱的间接巡战 这你可想好了 他是皇子 不是周兴来俊臣 老相国 天下之事 不外乎一个李子 当时陛下要设锦衣卫的时候 臣就向太子殿下建言 此绝非善政 善政不善政啊 还得让人看得更清楚才好 老夫该打招呼的 自会打招呼 他要用舆论的力量 压得朱元璋不得不低头 四日一早 贪腐案唯一的人证 便在牢里自尽而亡 至此 本案死无对征 紧接着 户部猿外狼黄警 敲响了宫门口的明云谷 矛头直指朱棣 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飞 黄黄天地 朗朗乾坤 请无处读说我等冤居 陛下 你还要放纵阴王 此以往为到何种地步 结果敲了半天 却毫无卵用 这哥们二话不说 直接跪倒在地 他不顾在场官员的劝说 竟从怀里掏出匕首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以黄警之死为导火索 百官通通跑到成天门 跪成一片 要找朱元璋明云 可惜他们没等到老朱的接见 却等来了朱棣的棍棒 堂堂亲王竟敢仗则百官 事情彻底大调了 朱表得知后 大发雷霆 父皇根本就不应该 设这个锦衣卫 这个弟弟 我都快不认识他了 震惊的不只是他 还有小舅子徐隐功 直接跑去找徐妙云告证 姐啊 快去管管你男人吧 他这是在作死啊 不说大明朝 你就是把北渊和赵宗都抓起来 有过像他这么跋扈的亲王吗 大姐 你出去走走 看一看 听听外边人都是怎么说他的 如今朝野上乡 何人不是谈言色变的 你若是再不劝谨他 怕是将来连你都 隐功你放死 徐妙云历生喝止弟弟 他何尝不知道 朱棣的所作所为 会树敌朝野 但这恰恰就是最好的宝身之刀 身为皇帝和太子 最看重的亲王 朱棣的一生 注定逃不开政治漩涡 即便老朱父子俩现在信任他 也难免日后会生出猜忌 既然如此 那就索性做个彻彻底底的孤臣 随着事情逐步的发酵 所在幕后的胡威庸终于出手了 他率点六部官员 逼着朱镖 收回潜藏在各府的锦衣卫 记录着名单的册子 意思再明显不够 就算你不收回 他们也起不到作用 朱镖无奈只能同意 无数锦衣卫被迫下纲 可惜总有人不讲规矩 勇家侯朱亮祖逮住机会 竟生生地打死了府里的锦衣卫 还把尸体送到了朱棣的面前 这谁能忍 双方很快拔刀枪向 朱元璋不得不出手了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键三连多多转发